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把孩子当大人 很多人他很照顾他的孩子 结果照顾孩子的情况下 当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 这个孩子他就不要待家里了 他就出去了 他不愿意跟父母亲在一起 所以变成是他好像就丢了他的孩子 其实这种情况我相信你们看很多 含辛茹苦的把孩子养大 送他去国外读书 结果孩子就一直在国外 他就不回来了 然后人家就问 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在国外工作了 他只能够这样子讲 可是实际上他希望他孩子回来 可是他孩子就是不回来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很多父母亲 他一辈子都在当父母亲 为什么我会讲这一句话 因为你们都把你的孩子没有当做是大人 你的孩子都30岁了 结果你依旧像他在十几岁一样 你这个不能做你的另外一半 这个我不喜欢怎么样的 好像他做什么事都要符合你的心愿才可以 你一直都把他当做小朋友 小朋友还小的时候 他没有经济能力 他会隆忍你嘛 对不对 没办法 我的池穿都是你负责的 我当然听你的话 可是那是小时候你可以压制 等到他已经独立了 他独立了以后 假如你还是一样对他这种态度 他第一件事怎么做 他就搬出去了 他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然后每次好不容易回到家 然后你又在用那种教训小孩子的语气 在跟他讲 你那个不行 你怎样怎样 你的孩子越听越气 到最后就给你搬你 然后就走了 你好开心说 你的孩子回来了 我可以跟他好好的叙旧 结果又变成这种情况 造成孩子更不愿意跟你沟通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没有尊重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已经是大人的 你应该要把他当做朋友 并不是孩子 请问你对你的朋友什么事都会管他吗 不会嘛 但是你的朋友假如出了什么事 你会不会关心他 你会关心他 各位这是不一样的事 你会跟你的朋友讲吗 你交的这个女朋友很烂 所以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各位 他们两个好好的没事的时候 你会这样讲吗 不会嘛 可是为什么你身为父母亲 看到你的孩子有了另外一半的时候 你不喜欢 你就这样子直接跟他讲 你这样子不就是在否定他吗 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是他的选择 他也是要去试错的 他不是一下子就会长大成人的 所以你这时候不需要去干扰他这一些事情 而是当他受伤了 回来了 跟他问说怎么了 他只要肯跟你讲 这时候你在旁边听 这样就好了 各位 你只要尊重你的孩子 他是个大人 你的孩子他就不会反抗 你要不了解 甚至他会表现得很好 给你看 就很像我一样 我父母亲都很尊重我 所以我做什么决定 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会很气 可是他也不会拒绝 例如我要当命理师的时候 我也没跟他们讲 结果他就说 你今天怎么没有去上班 我就说我已经离职了 我妈就说那你要干嘛 我说我要当命理师 他就很讶意 结果他有骂我吗 他也没有 可是他就刚开始会说 生意好不好 要不要妈妈赞助这些 各位 他有反对我吗 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努力的去做 我在命理师这一条路成功了 成功了 我就可以反馈给他们 各位 因为你尊重我 我努力去做成功了 我当然反馈给你 很多父母亲都一直在那边指挥自己的孩子要怎么做 各位到最后 当你的孩子独立的时候 有能力的他就跑掉了 你在无形中 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了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 当孩子长大成人了 请你把他当做大人 当做朋友一样的对待 而不是一直把他当做小孩子 然后说他还不懂事 40岁了还不懂事 那什么时候才会懂事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放置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